我们现在看一个立体 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球体内的电荷 总共是Q 现在要求球体外跟球体内 任意位置的电场跟电位 那么现在是Q分布在这个球体内 整个均匀分布 球体因为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 它的电荷有对称性的分布 就是球状对称 因此我们用高斯定律来求电场 那么这个题目我们上一次做过 上一题做过 上一题 高斯定律已经做过了 我们现在是把电场求出来再求电位 因为电场我们高斯定律已经求过了 所以我不再做 我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式子来求电位差 那么就说我们取A跟B两点 那么这个电荷会在空间 在外面的空间产生一个电场 它是圆半径的方向 比如说在这点圆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就把它电场 从A到B圆着某一个路径 随便你什么路径 某一个路径 只要经过A跟B 积分 做线积分 那么这个就是A点跟B点的 potential difference VA-VB 那么因为大于大R这个部分 跟上一个立体的结果完全一样 这个图你看都跟上一个立体完全一样 那我们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是设定B点在无限远的地方 它的电位我们设定它等于零 那么SA就是代表任意一点的位置 它的电位 VA就是任意一点的电位 V 等于Q over 4πε0s 这个我们上一题做过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写出来 因此这个值 就是在球外一点的电位 球外一点的电位 那现在我们就要求球内一点 球内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做法 高斯蒂女已经把电场求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选一个C点到D点 然后这是任意的一条路径 那我们就把这个电场 那我们就把这个电场 这个路径做一个线积分 那我们把在里头这一点的电场 就是球内的这一点的电场 值带进去 这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E.DL 那就是等于电场的大小乘上DS 那么里头就是SDS 这个积分就是1s平方 那1s平方 这只是电位差 那我们这个时候 不可以再设定 说哪一点的电位等于0 因为我们已经设定一次了 就是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电位的连续性这个条件 把里头的电位 把里头的电位跟外头的电位 那么在表面的时候相连续 因为表面既属于球内 也属于球外 那么有电位的连续性设定 这一点把它设定在球面上 球面上的时候 它是等于球外这一点 的VA 当它的S等于R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设定 这个等于R 设定SC等于S VD VD就是这个 VD 然后VC等于V 任意一点的 这个就是代表任意一点 它的电位是V 它跟球星的距离是S 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你看VC等于V VD呢 VD VD就等于VS等于R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值 本来它外面的电位是4πY0s分之Q 那S等于R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值 VD 那SC 就是S VC VC 这个VC就是V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那么这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SD是等于R SD是等于R 那这两项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 就把这一项 调到等号这边来 你把分子分母 同乘一个R平方 然后重组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 在球内的时候 它的电位 那我们看球内的电位 它跟S呢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V跟S平方有关系 那么这表示 它这个曲线呢 是一个抛物线 好 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图形来画一下 曲线 就是电场的函数曲线 跟电位的函数曲线 我们画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 球内带Q的一个球体 那么在球内呢 它电场是这个 电场跟S成正比 这是一条直线 然后到外面呢 电场跟S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它是一条 这样的曲线 从这个地方 开始慢慢的下降 越远的地方 电场越小 电位在里头 刚刚我们算出来 是这个值 这个V跟S的关系 是这么一个抛物线 然后在外面呢 V是等于球外 V等于Q over 4π ε0s 它是这样的曲线 这个曲线跟它的分别 就是说 这个Sloop 比较小 这个Sloop 比较大 就是说 它下降的比较急 这个比较缓 那么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均匀电荷分布于 无线长圆柱体的表面 电荷密度 是Lamina Column Per Meter 圆柱导体的半径是R 是求导体外 任意一点的电场跟电位 其实内外 电位都要求了 我们就把这个 圆柱导体画出来 它是这样的一个导体 半径是R 这个代表它是无线长 因为它是导体 所以电荷一定分布在它的表面 Lamina就是上一次我们说过 就是说这个表面 我们取一公尺的长的表面 一公尺长的表面 它周围的电荷 表面电荷全部的只是Lamina Column 好 这个题目 我们要求电位跟电场 我们还是一样 养成一个分析的习惯 不要马上就做题目 好 它电场跟电位都要求 那我们就除了把电场跟电位 求电场求电位的方法算一遍之外 我们就看 这个题目是求电位容易呢 还是求电场容易 当然是电场比较容易 因为它的电荷分布 是一种叫做圆柱对称 就是说它电荷密度只跟R有关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电场 用高斯定律求电场 这个我们求过了 我们就把这个值写出来 这是Rho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电场是这个值 电场是这个方向 Rho的方向 看到没有 小于大R的时候是零 好 现在我们要求电位了 电场知道 就可以用这个值字求电位 你把这个值字写出来 然后你画这个图 因为你不画这个图 人家不晓得你这个里头的 AB是代表什么东西 Rho A Rho B是代表什么东西 你画出来 A点 B点 这个就是VA VB 这个场子Rho A 这个距离跟轴的距离是Rho B 好 电场 它外面任意一点的电场 援助任意的路径 这个路径经过VA跟VB 经过A点跟B点 我们在这里做个切线 就是DL的方向 取一个DL 位移极数 然后七分 那E.DL 它的向南就是Rho Univector DL 那就等于D Rho D Rho 然后其他的 带到这个里头来 常数项提出来 2Pi Y0分之Lamna Rho留在里面 D Rho七分 它从Rho A G到Rho B 那这个值就是Lamna Rho B over Rho A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 是电位差 还不是电位 所以我们现在要设定一个地方 设定一个位置 它的电位等于0 然后其他点就根据这个设定 它的电位差就是那一点的电位 好 现在我们设定 假如我们跟从前一样 跟前面两题一样 前面两题是球体 它的电荷分布在整个球体 或者整个的球面 那个时候我们是设定 它的SB在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如果我们现在也是这么设定的话 你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我们还是照这个设定 设定Rho B 去无穷大的时候 VA等于0 Rho A等于Rho的时候 任意位置的时候 就是VA 这个就是 就是V 就是任意一点的 VA就是在这里了 你带进去看一看 带进去 这个是V VB是0 Lamna这个都一样 Rho B是无限大 Rho A是Rho 这是无穷大 所以整个值 一定是无穷大 就不管你在Rho Rho是有限值 我说距离这里有多远 一公尺 一百公尺 一万公尺 这都是有限值 但是在这个式子里头 带进去 它都是无穷大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们求电位是要做什么 任意一点的电位 就是要把每一点 它电位的高下 要判定 这一点电位比较高 那一点电位比较低 这样判定 但是当我们这么设定的时候 无穷远的地方 我们设定它的电位等于0的话 结果呢 在有限远的地方 它的电位通通是无限大 就是分不出来了 这一点跟那一点 电位分不出来 因此就没有意义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这么设定 也不一定要这样子设定 所以一定要在无限远 我们上一题说 s approaches infinity vb等于0 是因为那个s是在分母 分母去无穷大 那个分数就趋于0 现在不是 你看这个在分子 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设定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定 任意一点 vb vb 这个距离 我们设定这一点 当这个距离等于rolling rolling就是某一个常数 某一个距离 距离走某一个距离的时候 它的电位等于0 这是一个有限值 那么在设定 roll a 就是任意的位置 va就是v 你把这个 带进去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va就是v vb就是0 所以v等于 lomina over 2 pi epsilon log rho 0 over rho 因为rho 0是一个有限值 不是无限值 所以你这个rho呢 你现在是一公尺 或者是两公尺 一公尺跟两公尺 这个值就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分出 这个位置的 电位的高下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一般来说 我们是把这个rolling 通常就是设定在哪里呢 设定在 这是个导体 圆柱导体 我们设定在它的表面 我们设定这一点 roll b 等于rolling 等于r 就等于r rolling就是r 表面的电位等于0 这个时候呢 圆柱体外 任意一点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常用 你这样用也可以了 现在我们要看里头 导体里头 任意两点 c点跟d点的 我们用这个式子来求电位差 先求电位差 再求电位 因为在导体内部 电场是0 我们学高四定律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要证明 导体内部的静电场等于0 因为vc-vd等于这个积分 这里有个电场 它是0的话呢 那这个积分一定是0了 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 vc等于vd 就这两个相等 而这两个是任意点 随便我怎么取都可以 所以就任意点 也就表示说 这个导体内部 不管是哪一点 它的电位 都是等于一个值 这个是个常数 就等于v 我们就令它等于v 就里头是一个等位体 任意一个地方的电位都相等 但问题是 这个v是多少呢 你知道它是常数啊 但这个值是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就要用连续性 电位的连续性来看 这个v是里头的v 里头任何一点的v 而我们前面学过 在外面任何一点的电位是这个值 那么在导体的表面呢 又属于导体的内部 又属于导体的外面 所以内部的这个值啊 就等于外面的这个 导体外面这个值 当它的ro等于r的时候 r就在表面嘛 当这个是r的话呢 那logr over r就是零啊 因此我们知道 这个电位啊 这个常数是个零 是个零 所以圆珠导体内 任意一点的电位 就是这个值 我们从以上我们所得的各种例题啊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规律 就电位具有连续性 这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我们常用啊 常用 我们解了 Laplace equation的时候常用 电荷分布于有限区域的时候 在无穷远处产生的电位为零 或者可以假设 可以设定无穷远处的电位为零 像我们前面讲的 电荷分布于球体内部 或者电荷分布于球的表面 那次都是均匀分布 但不一定要均匀分布 只要是有限区域 不是无限的区域 像这个圆柱体 无限长圆柱体上面有电荷 就是无限 分布在无限的区域 在有限区域的分布 在有限区域的分布的话呢 我们可以设定 无限长圆柱体上面有限区域的分布 如果是电荷有限区域分布的话呢 我们不必从VA-VB 等于1到2DL来积分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式子积分就可以了 就是说将电荷 从S的位置 积分到无限远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一开始有学过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用定积分 也是从S到无限远 可以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这个电荷的分布 是无限大的区域的话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都不能用 那你这个只好怎么样呢 用VA-VB 等于1到2DL来积分 然后再设定 然后才得到电位的值 好 这个积分就是我们一开始讲过的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这两个 这时候可以用 你要记住 它是在有限区域的时候可以用 但是以上二是不得用于电荷 分布于无限大空间的情况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电量Q均匀分布于半径位R的球内 这里头啊 有Q均匀分布哦 要求球星的电位 球星的电位 那我们就想到我们以前是怎么做呢 以前是因为这个电场是对称分布 球状对称分布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时定律 球电场 有了电场以后 我们就可以球内外 球内或者球外 任意两点的电位差 然后再来设定哪一点的电位等于零 然后再来球某一点的电位 以前是这么做 那现在我们知道Q啊 分布在这个球体内部 所以它是一种有限区域的分布 有限区域的分布啊 那无限远的地方一定是电位等于零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比较方便 当然你还是要求电场 因为最后要用电场来积分嘛 这个电场呢 我们还是用高斯定律求 这个讲过了 所以我不再重复 先由高斯定律求出电场 然后再由这个式子 现在要这个式子 不是VA-VB这个式子 由这个式子来求电位 它就是从距离球星 S远的地方 不管你远到哪个路径 一路远到无限远的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 因为从S S就是任意一点 我可以假定它在这个里头 在球内部呢 那从球内部的一点 S到球表面 它的电位是这个值 但是从表面到无限远 是这个值 所以它两个区域的电场不一样 所以这个积分 我们就分成两段 从内部任意一点 S到R 然后再接到R到无限远 不过这个S的电场的值不一样 现在我们就来记 这个是S到R 就表示是球体内部的电场 我们高斯定律求出来了 那1到DL就是DS 那么外面 是4πY0Q over S平方 是这个值 它从R寄到无限远的 它寄到无限远的 那我们现在就积分了 这是2分之S平方 就变成8分之1 8πY0R 3分之Q 成这个 然后这个是 -S分之1积分 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结果它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跟这个值 然后 因为这个跟这个 就是你这里分子分母 同成一个R平方 它就跟第一项 就一样 就是大小不一样 于是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合并也可以了 你先合并也可以 你不先合并 我这个就是没有先合并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S等于0这一点 那我就把S等于0带进去 然后再合并 然后这个值 求心的值 就是这个值 你看 这不就简单的很多 所以你这个 我不是学这个东西 我们得到的经验 要累积起来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一题 电荷均匀分布 与半径为R的球面上 表面电荷密度是Sigma 求球内及球外 任意一点的电位 这个是 球半径为R的 这是在球面上 R的一个球 好 它球面上有 电荷密度Sigma 这个是表面电荷密度 单位是Column per meter square 现在我们要求 球里头 跟球外头 任意一点的 电位 任意一点的电位 好 那么 比如说 我们 这个以前我们 用高湿电率 求过电场 然后再用这个 VA-VB 求电位差 然后再求电位 求过 好 现在我们 就看 另外一种方法 因为它的电荷密度 均匀的分布在表面 因此这个电荷 是分布于 有限的区域 那我们现在就 用这个 连续分布电荷 来求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 求电位 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这个都是常数 没有问题 S就是 随便哪一点 你里头 比如说球外 就是从 这个S S就是 DA 到外面一点P的 这个距离 距离 好 现在我们 首先 要看 这个距离 要看你的DA 取在哪里 那么 比如说在球面上 总是球 我们在 因为你的电荷 分布在球面 所以DA 一定取在球面 我们就取这么一个 面积基数 这个面积基数 它是在 我们先看这边 这边是R乘Dθ 乘上这边 这边是 这个是直角 R3C的 D5 这个角是D5 R3C的D5 所以这边乘这边 就是DA 那么我们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第一章介绍 球坐标的时候 如果那个你 仔细学 这个都没有问题 好 那现在你取的 DH在这里 S呢 就是从这一点 到P点的距离 现在大概没有同学问 这一点在这里 取这里还是取当中 还是取这里 不会猜问了 因为DA就是小的 不得了的一个面积 就是一个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 S呢 我们要用 这个上 就是说 S 这个是我们取的了 它给我们的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一点 距离球星 我们画一个 迪卡坐标 作为参考 这个是Z 这个是R球面上 所以S 它就等于这个 我们可以利用 三角的 平面三角的 余旋定理 这边的平方 等于这个平方 加这边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 RZcosθ 它都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这个都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 我们就要积分了 因为这里头有两个变数 对不对 Z跟φ 那我们就用两个积分 常数项 我们就提出来 Dφ的积分 你看这个R平方提出来了 4πY0分之 Sigma在这里 Dφ 就从0到2π 就是说这个角 就从0 一直积一圈 那θ θ呢 就是 Sin dθ Sin dθ 分母是这个 那θ是从0 积到π 如果你 π这么走一圈 θ从这里 到这里 那这个面 就变成整个球面了 好 现在我们来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2π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负Dcosθ 这里有个cosθ 对不对 这个积分就是这个积分 那我们把θ等于0 跟π带进去 这个积分就可以 这个图就说我画大一点 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把那个上下先带进去 最后得这个值 这就是potential 那现在我们要 看球内跟球外 这个值呢 正好可以写成R加Z的 完全平方 这个可以写成R减Z的 完全平方 好 如果 p点 是在球外的时候 球外的时候 那它的Z呢 在球外的时候 Z是大于R Z是它在球外 就是我们刚刚讲 从球形到Z点 比球的半径大 所以这个值就要变成这个 因为你R减Z跟Z减R 这平方的平方都一样 不过我们要分清楚 是球外的话呢 那是Z比较大 它应该是Z减R 在球内的时候呢 Z比较小 R比较大 所以它是R减Z 然后把这个值 然后把这个值分别 在球外的时候 你把这个都没有问题 这都是不要分球内球外 这个 它的 它这个平方 要用这个 就是Z减R的平方 那么开根号就变成这个值 那里头合并 Z约掉了 就是两倍的R 那我们整理一下 变成这样子 那球内部呢 你就把这个值 用R减Z带进去 整理以后 这R约掉了 两倍的Z Z跟Z一跃就变成这个 这是球内的 所以我们 会了 这个方法以后 那么题目呢 做题目的方法 多了 我们可以挑 比较简单的方法 底下我们要看到 要应用 电位函数值 如果你知道 电位的函数值 就是V 跟坐标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求空间 电荷密度的分布 因为我们前面学过一个 叫Poison's Equation 是这个东西 这个式子 然后R就可以等于这个 对不对 在这个式子里面 如果你知道V 是什么样的一个函数 你就可以求Laplace V Laplace V 求出来 就可以得到Row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我们从高斯定律的 唯一分式子 也可以得Row 等于Y0 Divergent E 就是说你知道 电场的函数 是什么 你就可以求 电场的散度 然后求出来以后 乘Y0 就是Row了 就是电荷密度了 现在我们就举两个例子来看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两片 无限大平行导体板 它之间 这板间的电位函数 是这样子 里头的ABC是常数 X是距离某一个板 就是说两个板中间 任何一个位置 距离某一个板的距离 叫做X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两板之间的电荷密度 是等于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我们刚刚说 你求电荷密度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 你知道电位函数 就用Poison Sequation 你如果知道电场函数 你就用高斯定律 那现在 它给我们的是电位函数 所以我们就用Poison Sequation 注意啊 我们第一个式子 我们底下要解什么东西 我们第一个式子 就表现出来了 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 你第一个式子拿出来 人家就看得懂 所以第一个式子 一定是公式啊 就是你拿到 不管拿到哪一国去 学物理的人都知道 你不要写一个式子 人家都看不懂 就是你自己看得懂 我有很多学生 他们喜欢外面去买参考书 他常常来问 老师啊 这个式子什么意思 就是他第一个式子 他不是公式 他不晓得是哪里来的一个式子 那你一定看不懂 你有这个式子 怎么会看不懂 是Poison Sequation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题目 要从Poison Sequation开始解 Poison Sequation是这个 那么我这个解出来 我就可以知道 Row了 对不对 所以Poison Sequation 在迪卡尔坐标 因为这个X 是迪卡尔坐标的 我们就用迪卡尔坐标 把它展开 然后把这个值带进去 因为V仅仅是X的函数 所以这个都是0 所以它就等于partial over partial X 再乘上partial over partial X 然后你再把它为分 这三分之四 X三分之一次方 加上B 再为一次 外面再为一次 就变成这个值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Laplace V 那Row呢 就等于负Y0 那Laplace V 把这个带进去 乘一乘就得到电位 就得到它的电荷密度的分布 电荷密度的函数 好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假定我们有一个向量场 只是向量场 那没有告诉你是电场 一个向量场 表示是这个样子 这个不一定要写成1 不一定写成1 问这个场可不可以是静电场 这个可不可以是静电场 它可以跟不可以是什么理由 若是可以的话 那么就求这个静电 求这个电场的电位 因为电场 这是电场嘛 你可以求电位嘛 还有求电荷密度 那么首先我们要解决 它是不是静电场 那我问各位 静电场 是不是静电场 你怎么分辨 我们电场有静电场 有非静电场 像电荷 由电荷在空间分布 电荷在空间分布所产生的电场 就是静电场 其他还有像磁场改变 磁场 磁场 谁时间改变 在空间产生的电场呢 那就不是静电场了 那就是非静电场 比如说我们用法拉第定律 你电场 磁场一改变 就会产生电场 那个是非静电场 那么也就是说非静电场 它不是由电荷的堆积而产生 这个是电荷的堆积而产生 但是 这里没有告诉你电荷怎么堆积 等于还要求电荷密度 那静电场 有什么特性呢 我以前讲过 静电场的特性就是 或者它的curl 旋度等于0 或者是电场做一个还场机 e.dl 做一个closed path integral 等于0 它也是静电场 它的旋度等于0 也是静电场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旋度 那我们把1 1的旋度就是这个东西了 像这个 我希望各位马上就能够写出来 要熟悉到这个样子 这个马上写出来 然后你就把 Ez就是这个component 带进去 Ezxy Ey就是xz 有没有 然后这里是partial partial x Ex x是这个 然后ez 又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 Ey 然后这个是 Ex Ex 你看这个积分 就是x 微分是x 这个对Z微分也是x x-x就是0 这个对Z做微分 这个是0 就是y 这个微分 这个 这个写错了 partial z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 partial x 对 对对没有错 partial z 是y 这个partial x 也是y y-y 等于0 那这个 对 x做 偏微分是z 这个对 y做偏微分也是z 等于0 因为它的curl1等于0 所以 curl1 可能 就是说电厂 有可能是进电厂 还不一定是进电厂 因为curl1 不一定是进电厂 curl1等于0 那还有其他的厂 curl也等于0 所以它有可能是进电厂 好 partial b 假如 它是进电厂的话 我们现在就 假设它是进电厂 那么它的电位是什么 我们先求出来 那就用这个 e等于full gradient v 这是ex的component 那你把v x 你把这个 对x做偏微分 那其他两个就没有了 就只有这个 就是说你 不是 我说错了 这个ex 电厂的x component 就是这个值 它等于 它等于 負的partial v over partial x 因为它是对v做partial derivative 对x做偏微分 所以yz可以视为常数 所以yz可以视为常数 于是我们把这两端 这里跟这里 积分 你把x dx 乘过来积分 那就变成v 要等于 这个 yz 当做常数 就等于xyz 这个积分 对x积分 就是x平方 好 那么 因为我们做的是不定期分 所以它有常数 除了真正的常数之外 因为yz可视为常数 所以对这个偏微分来说 你含有y跟还有z的函数 也可能是v的一个常数 是这个东西 好 这个我解释过了 刚刚我解释了 然后再看它的y component的点长 y component是这个 它是等于-partial v over partial y 我们这两边对y来做偏微分的话 对y来做积分的话 那么它就是y等于-xyz 这个当常数 就是有y 好 c2是一个纯的常数 但是这两个 还有x跟还有z的一个函数 对y做偏微分的式子 也可视为常数 也可视为常数 那么 再看最后一个 ez 是等于这个 它是等于-partial y over partial partial v over partial y 把这两个当作常数的话 对z来积分呢 它就是这个字 这个是一个存常数 这个有x跟y的函数 也是这个v的一个常数 ok 好 那么 这是c式 我们把前面的a式跟b式重写一遍 我们在一起就可以比较了 那v又等于这个 v又等于这个 v又等于这个 那v又等于什么 好 那我们综合abc三个式子的结果 我们发现了 这三个式子都有 对不对 那一定有它了 一定有它了 好 那么 这个式子 yz是常数 x平方在这里 对这两个式子来说呢 这x平方有意思 因为 对这个式子来说 它是个常数 对这个式子来说 也是它的常数 所以 就把它写出来了 不是只有它有 另外两个式子也可以有 那c就是 纯的常数了 c1,c2,c3就是常数了 我们就用一个常数来代表了 好 再来 那现在我们知道 电场函数 也知道电位函数 你要求Row的话呢 随便你怎么做 你用这个高斯定律也可以求 比如说我们用高斯定律 那就变成ε 乘上一个divergent e divergent e 在笛卡尔坐标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这个 电场 我们把原来那个函数 拿来做 做partial derivative 像这样 原来那个ey你可以看一看 它不含有y z component里面不含有z 因此这两项都是0 那x component呢 它里头 只有前面那个 含有x 那么它就是 就是它只有 你看 1 x component 它对x做偏为分 对不对 这个就是0 那就是-2 就是-2 那现在我们 就得到 电位也有了 然后 电荷密度也有了 所以这个题目 就结完了 那这个题目 跟上一个题目 那我们是利用电位函数 跟电场函数以致来求 电荷密度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往下讲 我们现在介绍 电灯 但我们要把一群点电荷 聚集在空间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做工 那这个工呢 就等于这群电荷的电能 比如说 我们这里有四个点电荷 Q1 Q2 Q3 Q4 它们原先都是彼此相距无限远 在无限远的地方 好 那现在我们要把这四个电荷 把它从无限远的地方 搬到这些位置 那我们做多少工呢 那我们前面 第二章一开始学到 当点电荷和Q跟Q1 相距有S远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能量 这个电荷就是这么大 这个电荷我们以前讲过 它就是电厂 比如说Q 当作是固定 Q'可以移动 那就是Q的电厂 施于Q'的力 把它从S这个位置 移到无限远这个位置 慢慢移动 不能有 就是不要有动能 那它的所做的工呢 就是这个 那么也可以说 我们用外力 这个外力等于电厂 给这个Q'的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慢慢的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S这个位置 上一次我们做过 等于这个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个施舍 那首先呢 我们就把Q1 从无限远的地方移到这里 Q2 Q3 Q4 还在无限远 因为它距离这些点电荷都无限远 这些点电荷没有力给它 所以我们移动它的时候 不需要用推的 也不需要用拉的 你只要让它一开始 慢慢的 有一个速度 它就一直以这个速度前进 你不要做工 第一个 把Q1从无限远 移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不要做工 所以第一次的工等于0 好 然后我们把Q1固定在这里了 接着我们就把Q2 这个点电荷 从无限远的地方移到这个位置 而Q3 Q4还在无限远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离Q1 从无限远的地方 距离Q1越来越近 所以Q1就有力作用于Q2 那你就要克服这个力 来做工 OK 那这个工就是 就是这个 W2 就是Q1跟Q2 相距R1 2 这个距离的时候 所具有的能量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把Q2固定在这里 然后再把Q3 从无限远的地方移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 Q1 Q2 就会有作用力在Q3身上 因此你要克服这两个力 做的工 来做工 于是 Q3 就等于 4π Y0 它对Q1 的工 还有 就是对 Q2 的工 克服Q2 而给它力量的工 那么 就是这两项 好 然后把Q3固定了 再把Q4 从无限远 Q4 从无限远的地方移到这里来 它的工 就是这个 这是 它跟第一个 点点核的 相距 1 我们 R4的时候的 未能 这个是 它跟第二个 电核的能量 这个是跟第三个电核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四个电核 就定位在这里了 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总工呢 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所做的工 的总和 所以 所以 系统的电能 就是 Wert Total 等于 W1 W2 W3 W4 把它全部加起来 就是这个字 看看我们是先把Q1拿过来 然后再拿Q2 再拿Q3 再拿Q4 那我们如果换一个顺序 那我们如果换一个顺序 先拿Q4 再拿Q3 再推Q2过来 最后把Q1推过来 那么它所做的工呢 第一次是拿Q4 等于0 第二次拿Q3 就有这个能量 第三次 第三次 再拿Q2 再拿Q4 它对Q4 Q3 就有一个 科普塔利做的工就是为了 然后再来 最后一个 把Q1移过来 能量是这个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的Total Energy 加起来 就是这个 就是你看这个 科普里头 跟这个完全一样 因为Q R12 就是R21 R13 就是R31 等等 这两个 不管你是 两种方法 不管你先移哪一个 最后这个系统的能量 都是这么多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系统的能量全部写出来 这个是 我们一次一次移动 好 我们发现 Utotal 就是 总功 总能 跟这两种 方式移动的能量都一样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我把这两个 全部加起来 被二来除 也是Utotal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总能量 我们现在把它写成compact form 就是 比较 秀真型的 一种表示法 不要写那么长 如果几十个怎么办 你要写几十个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写 这个就是 U 你用 这个式子 或者用这个式子 表示 比如说这个 I 从1开始 1 1 2 3 4 5 6 然后这个J呢 它就从2开始了 它比 一定要大于1 1 那这就是2 那这就是2 这还是1 那这个就是3 4这样子 然后再换这个等于2 等于2的话呢 它必须是从3开始 这个要从3开始 然后再到4 这样加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啊 用这个式子 这种形式 就是说这两个加起来以后 这两个加起来 被2除 那就是8πε0分之1 不过这个里头我们要把这个J啊 这不是大于1 而是不等于1 就是说这里头没有R1 1 R1 2 R2 1 R1 3 R3 1都有 就是没有两个都相同的 你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这么写 那我们这样子写 你这样写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这一项它有它的物理意义在里面 那也就是说 这一项啊 就是说在Q1这个位置 Q1这个位置 其他的电荷 这里像我们这个例子有Q2 Q3 Q4 在它这个位置 产生的电位 就是说 客户内的量 是点电荷Qi的位置 就是R1 Ri上面 在这个位置上面 其他电荷所产生的电位